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头的个股 第一个是我们看苹果的股价已经破颈线 而且目前持续创造新低 展望2023年财年 苹果不断的有下修营收跟盈余的压力 面对苹果的后世代来临 苹果的破底直接拖累了NASDAQ指数 直接来探前低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股价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从这一年的时间 股价跌掉了超过七成 从414块跌到现在 几乎面临百元的保卫战 但是随着最近量能开始暴增 所以我们看到低档层间的 特斯拉的买气开始浮现 所以可能随时会出现比较巨大的反弹 可是反弹我们今天要提到 4个1600亿美元 4个1600亿美元 这4个1600亿美元 代表的是我们展望 2023、2024、2025年的 产业还有全球最新的变化 特斯拉股价大跌 它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我们看到在上个月 伦敦金融时报特别做出了一个 券商高盛的报告引用 预估在2030年之前 西方国家为了结束 对中国大陆在电池原料 电动车电池原料的依赖 大概要投资1600亿美金 大约要投资1600亿美金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提到的 第一个1600亿美金 总共有4个 这个投资会给全球的电池产业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资本 跟产能的扩充计划 目前我们看到全球的汽车电池 包括其他的创工电池 非常依赖整个中国工厂的产出 跟出口 电动车的电池 因为韩国的两家厂商在美国的巨额补贴之下 现在大幅的扩产跟增加的开销 使得电池能不能摆脱中国的依赖 感觉出现了一线的曙光 但够不够照观察 因为美国是靠补贴 美国是靠补贴 而拼的是中国低成本的制造 欧洲的角色在什么地方 新能源车原料能源的共益的基础 能否摆脱中国的依赖 这是高盛在上个月所推出的报告 我们看到的是不断不断的资本的扩张 不断的产能的投资 所以下一个产能过剩 会不会是在电动车产业 这也是Tesla股价大幅崩跌的原因 当梦想变理想 理想被兑现的时候 很多的股价它原来的高估值 高风险偏好 就要落实到它的现金流 跟它的成长率 所以是一个梦想的实现 是一个理想的成真 却是股价投资人买单的时刻 所以寡妇出现了 寡妇出现了 其实最有名的寡妇交易 是针对日元的交易 放空日本国债 常常称为寡妇交易 就是对赌跟日本央行的操作 所以寡妇交易怎么来 就是你跟日本央行对赌 当然你有听你太太会变成寡妇 叫寡妇交易 可是我们之前提到 随着YCC的政策改变 很多寡妇碰到了第二春 但现在又有新的寡妇出现 持续看好特斯拉的股民们 你的太太很快就会成为寡妇了 寡妇 而且是有钱的寡妇 好这第一个1600亿 第二个1600亿 就要进入我们的主轴 先顺带一提 中俄的贸易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俄罗斯联邦海关局局长 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就是上议院的发表讲话 他提到近年来跟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加 预估今年中俄的贸易量就会超过1600亿美金 可是截至12月份第二周的数据 其实中国贸易量已经来到1700亿美金了 所以已经达成了1600亿美元原来的目标 甚至超越原来的高标 好现在已经有两个1600亿美金 第三个1700亿美金在哪边 我们要从1600亿美金的结构来做观察 这是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 这是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 观众可以看外面很明显 俄罗斯出口到中国 其中原油这个商品 占整个俄罗斯出口中国 比重高达将近五成之多 除了原油之外 包括其他的金面油 液化食安器加进去 基本上将近六成 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都是能源商品 六成扣掉之外 包括了煤 包括了金头 包括了木材 所以俄罗斯对中国出口 是非常具有初级产业 就是第一产业的味道 都是原物料 都是原物料 我们看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比重 那就很明显了 有包括了电子设备 有纺织品 有包括基本金属 有包括机械设备 有化学产品 还包括很多塑胶 鞋类衣服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就非常明显 具有一个第二级第二产业的味道 就是工业 所以俄罗斯出口中国是第一产业 就是原物料 中国出口到俄罗斯主要的就是工业产品 制造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在哪边 第三产业在哪边 第三产业其实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金融服务业 要有大规模的金融服务贸易 那关键就是在中俄之间 可能出现去美元化的条件 中俄未来的贸易体量进一步增加 除了俄罗斯更多的商品往中国运输 那中国有没有更多的产品 往俄罗斯市场销售 要看俄罗斯的未来量 可是更重要的是中俄贸易的突破 在第三产业的潜力是非常大 尤其是在金融服务 广义的金融服务 都给在这一次俄罗斯制裁的背景下 让中国的金融服务产业 有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不管是从保险到记账 到相关的金融衍生性商品的结清算 都给中国的企业跟中国产业 有一个非常好的扩张机会 因为并且俄罗斯GDP 也是全球前十大的经济体 所以第三产业的一个期待 也是未来中俄在去美元化必然的环节 这第二个1600亿美金 好我们回到我们主轴 第三个1600亿美金 这是所有官媒要特别密切留意的 在上礼拜我们特别关注了 就是在俄罗斯政府的第二把手 梅德维杰夫非常低调的来到北京访问 北京用极高规格激进国家元首的规格 来迎接梅德维杰夫 梅德维杰夫曾经当过俄罗斯的领袖 就跟普丁轮流做 2024年我们看到普丁的任期到了 虽然宪法修正 假许宪法不修正 大概是梅德维杰夫又继续接任 但先修正 普丁可以继续干下去 但我们看梅德维杰夫 我们之前节目上将提供 他是非常清晰方的 这一次在上礼拜对中国的访问当中 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随着梅德维杰夫回到了俄罗斯 俄罗斯的媒体独立报 就报道了一个相关消息 就是中俄将在远东地区展开 大规模的经济合作 最新的一个草稿 现在流传出 大概总金额是1600亿美金 总金额是1600亿美金 那涉及的是79大类的项目 包括了基础设施 包括了能源开发 包括矿产的一个探勘 包括了汽车农业机械 还有包括了IT产业 是一个全民性合作 俄罗斯主要提供的是远东地区 把整个远东地区作为一个单一统一的经济特区 对中国开放 对中国开放 这个影响很大 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事实上我们叫资本主义 从企业组成当中 我们就劳动力 包括了像土地 像包括了资本 像企业创业家精神 这可以分成四大类 就是资本有四大类 第一个叫土地资本 第二个叫做劳动力资本 第三个叫做金融资本 第四个叫做产业资本 我们在分析市场当中 有土地资本 劳动资本 金融资本 跟产业资本 相信大家都听过 把它组合起来 全世界土地资本最多的是谁 就是国家命运最大的 俄罗斯 全世界劳动力资本 劳动资本最多国家是谁 那就是中国 全世界金融资本最强的 那就是美国 全世界产业资本最强的 就是德国跟日本 所以各个国家 它其实都有 在资本竞争当中的比较优势 只是俄罗斯的土地资本优势 一直没有浮现 没有被加值 被加工 没有被凸显 因为毕竟土地资本 土地是四大资本 唯一不可能移动的 顶多是广义的土地资本 其中挖出了石油 挖出了基本金属 或种出了农产品 可以在土地资本的产出 进行国际贸易 不能土地资本 它是固态的 它是不能被移动的 不像劳动力资本 劳动资本 是可以相对的移动 更不像金融资本 可以快速的移动 而产业资本 就在土地劳动金融资本之间 取得巨大的利润 所以四大资本 俄罗斯拿出了江湘底 准备贡献出自己的土地资本 跟中国过剩的劳动资本 来相结合 进一步累积产业资本 往金融资本进行挑战 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特别要做观察 这个事情的背景 就是我们在12月22号 应该是上礼拜 在圣诞节之前 我们就特别留意到问题 在12月21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钓鱼台国民馆 会见了俄罗斯统一党 统一俄罗斯党的党主席 梅德维杰夫 其实这个外交办会 本来是非常低调 是非常低调 可是中国给梅德维杰夫 非常高规格的迎接 面对一个俄罗斯执政党 党主席的一个贵宾 用非常高规格的迎接 两个人会面之后 其实透露出来的细节非常少 主要新闻稿都是讨论乌克兰的问题 具体做出什么样的讨论 其实在后续的一些新闻 或是在一些媒体当中 看到的并不多 看到并不多 直到最近我们看到 就是在前天 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出 原来这一次 梅德维杰夫来到北京访问 可能具体的是要推进 远东经济特区的一个进展 就是涉及1600亿美金 涉及79个重大项目 把中国的产能过剩也好 把中国的劳动力过剩也好 跟俄罗斯的土地过剩 跟俄罗斯的原物料过剩 进行一个紧密的结合 这个事情来由在哪边 我们今天的制作人特别做出来 其实这1600亿的设计的79项目 其实不是现在提出来的 早在2014年俄罗斯收回了解放了克里米亚之后 这个案子被提出来 因为当时克里米亚被俄罗斯解放 被俄罗斯收回之后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开始进行经济制裁 后来这个经济制裁 是雷声大雨点小 并没有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所以当时讨论这1600亿美金 719个项目就被数字高阁 因为没有需要 俄罗斯跟西方国家 其实往来然非常密切 不管是赚美元赚外汇 还是进口西方国家的商品 甚至出口自己的东西都没有问题 所以当时本来在2014年 克里米亚的困难事件 有进行一个讨论 可是这个讨论 基本上后来数字高阁 再加上油气价格 开始出现了一个多头牛市 所以俄罗斯就更不需要 远东地区开发的伟大计划 因为毕竟俄罗斯对中国 也是有蛮大的一个隐忧 毕竟曾经灭过俄罗斯的 就是匈奴人 就是蒙古人 所以能灭俄罗斯的 绝对不是什么希特勒 也不是拉伯仑 希特拉伯仑都死在 都挂在攻打墨西哥的东西上 只有匈奴人蒙古人 管你春夏秋冬 我都不断的挺进 所以俄罗斯对中国 其实是有点防范的 整个大远东地区 也作为中俄之间的一个 战略的缓冲地段 战略的缓冲地段 可是现在拿出来做交易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步步进逼 它不单单是军事上的斗争 已经变成俄罗斯在经济 在财政的巨大压力 而这个压力压迫的俄罗斯 重新把8年前的开发远东的 大计划给拿出来 把远东开发的大计划给拿出来 其实关门这背景有 中国的改开放过去30年 最落后什么 就是东三省 最落后的就是东三省 其实中国不开发东三省 或政策不转移东三省 也是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外交 跟军事的战略意义 也就是东三省的开发 可能会给俄罗斯 地广人稀的远东地区 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为了避免让俄罗斯 引发战略的矛盾或压力 所以东三省的 中国的政策倾斜 非常不明显 所以才看到过去20年 这个东三省经济的萧条 人口大量的营出 可是黄金时代来咯 黄金时代来咯 为什么今天广东 为什么珠三角会如此的活络 主要它面对的市场进行了开放 不仅是祸出的去 人出的去 重要是钱进的来 那东三省被困在朝鲜 俄罗斯中间 所以东三省祸出不去 人进不来 钱更不在话下 所以过去东三省是非常非常 在中国发展中 是相对贫穷 欠发达跟落后地带 可是这个计划的开展 东三省变成中国跟远东地区 开发的重要桥梁 让整个什么贺刚 不是说贺刚一户 什么十万块人民币 这个大反转的机会来 这个远东战略的一个开发 这是符合中俄目前的歧视 一个是中国逐渐的失去 传统的西方市场 俄罗斯失去了传统西方的资源 而在压迫之下 形成了一个巨大结盟 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土地资本 劳动资本 金融资本 跟产业资本 其中土地资本跟劳动资本 再配合些许的产业资本 能不能结合来挑战 美元化的金融资本 这将是我们未来三到五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现在要观察 因为具体的方案 将要等到2023年的9月份 2023年 就是明年的9月份 俄罗斯的相关的议题 要正式提出之后才会公开 所以现在大概还有10个月时间 所以这件事情特别是俄罗斯媒体爆出来了 中国目前不否认 可是并不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礼拜题目就做过 北京仍然在防范 莫斯科有可能继续向西方来靠拢 所以必须等到莫斯科的明确表态 等到梅德维杰夫最亲西方的 俄罗斯的政治或派系的领袖 进行表态之后 中国才敢跟俄罗斯全面开放合作 所以访问还不到一个礼拜 这个新闻就爆出来了 大远东的开放 大远东 不是远东地区 只要大远东开发 一直到乌拉尔山 乌拉尔山的话 这个地方都是地广人稀 因为这个地区 光是远东地区 在俄罗斯的土地 大概就已经关到40% 可仅仅只有657万人 世光去过东北 我还没去过黑龙江以北 黑龙江以北一样大 光从大连坐高铁到长春 沿路只停四站 就坐了四个半小时 大陆高铁是用时速350公里在跑 就要坐四个多小时 才到了吉林 我是要到吉林市 就四个多小时 中间还停四站 那重点来跟我讲说 南满比较小 北满更大 就长春到哈尔滨更远 那哈尔滨再往北走还很多 那这只是黑龙江以南的黑土地 黑龙江以北的土地 其实跟黑龙江一样大 甚至更大 所以这块土地 它可能对于农产品的产出 对于原物料的开发 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可过去俄罗斯不在乎东边 不在乎东部 那只在乎偏西欧的角度 使得这块土地并没有被开发 大远东计划的开发 将会使得路权的集中 路权的结合来挑战 过去200年的海权环境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合作 那具体方案在2023年9月将会成功 好这讲了三个1600亿 前面三个是哪三个 忘记了 一个是高盛说有1600亿美金 要往电池能源来投入 第二是什么 是中俄的贸易快速的飞涨 已经来到了双边贸易 超过1600亿 那第三个1600亿美金 是远东地区的大开发计划 那第四个1600亿美金出现之前 我们就要解读一下 梅德维杰夫也来普挂 来算命来占星了 他对于明年有十大预言 这是俄罗斯的第二把交易 第一个石油价格将会来到 每桶150块美元 这是他的预言 第二个预言是英国会重新 申请回到欧盟 第三个是欧盟在英国回归之后 欧元将停止流通 欧元将不复 欧盟将不复存在 第四个 从历史的角度 波兰跟薛尔利将会占领乌克兰 的西部地区 第五个是第四帝国 将以德国为核心 结合波兰 结合破地亚国家 捷克苏兰法跟罗尼亚 还有部分的乌克兰成为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经济集团 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预测 第六个是法国将跟第四帝国产生中途 整个欧洲将会重新划分 第七个是北爱会脱离国跟爱尔兰合并 第八个是美国爆发内战 加州跟德州将会独立建国 第九个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会移向欧洲 甚至亚洲第十个是布联敦的胜利协定 将土崩瓦解 国际将不再使用欧元跟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外面它并不是个投资银行 也不是一个财经名嘴 它是俄罗斯的第二把交易 它在实相的预测当中 其实不叫做预测 而是代表在整个俄罗斯的政坛当中 最亲最亲西方的那一块 最亲最亲西方的那个派系 现在有十大的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而这十大预言也不是讲给我们听的 也不是讲给伦敦听的 更不是讲给华盛顿听的 这十大预言是讲给北京听的 让习近平听到之后 哈哈大笑一下 所以我们要观察到 中俄关系的演变 正在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好 那我们讲第四个1600亿美金 今天是12月28号 外面我们知道美国的会计 政府的会计年度 从每年的10月1号到9月30 每年的10月1号到9月30 这是美国政府的会计年度 所以美国政府的预算 2023年的预算 是从每年的 是从今年的10月1号 已经开始进行2023年的预算规划 那什么叫1600亿美金 从10月11月到最新的12月 其实这两个半月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 已经付掉了1600亿美金 这是我们第四个1600亿美金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四个1600亿美金来看 第一个是一个1600亿美金的消失 从电动车到嘉宾货币 过去横跨这10年 一个世代的创业梦想 一个世代对于新世界梦想 在金融市场进行价格崩塌 进行一个理想幻面的发展 那第二个1600亿 是中俄关系 这个路权 两个路权国家 彼此接着贸易 来到一个非常大的体量 第三个是投资的深化 第四个是传统强权 目前面对债务利息支出 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多一点点 美国新的产生年度 两个半月刚过 已经付掉利息 不是还本 1600亿的利息 已经付掉1600亿利息 好 我们跟大家报告 这是我们在前天 金铁港我们曾经做过 美国联邦预算的一个观察 跟分析 大家特别了解 美国的联邦预算当中 其实净利息的成本 正在不断的攀高 而利息的成本攀高 还不含利率会维持 多高跟多久 多高跟多久 所以我们特别在前天 金铁港的节目当中 我们分析了 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 为什么分析预算 因为美国联邦政府 一年开销是5.5兆 可是参众两元的一元 很嚣张的 什么桑德斯 裴洛西 不是很嚣张吗 他们能够审核的 仅仅不到1.7亿美金 5.4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案 嚣张的裴洛西 嚣张的桑德斯 等等人 他们只能审其中的 1.7亿美金不到 1.7兆 对1.7兆 5.4兆美金跟1.7兆 我讲你 单位差好多 差1万个亿 所以一个5.4兆的开销 一个是1.7兆的预算 什么意思 这中间三分之后去哪里了 难道美国是一个集权国家吗 一元只能审核三分之一吗 我们从这张图跟大家做报告 做补充 就是礼拜一的节目补充 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为什么不审核 因为美国有个叫做强制性支出 包括了社会安全 医疗补助等等 这个强制性支出 是美国国会议员不用审核的 也没有资格来审核的 叫强制性支出 在法律通过之后 不管是社会救济 医疗补贴 儿童教育 这些是不用审核的 这已经占美国总预算的 将近三分之二 另外一部分是利息支出 利息就是省个头 你欠人家钱就要付利息 还本还是你 你要审核吗 不用审核 该付多少要付多少 这两块加起来 就已经超过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七成 所以剩下仅仅不到三成 也就是29.5%的部分 不到三成 能够让裴洛西来主导审核 关门你就知道 美国政府现在有多求 美国现在有多穷 美国有多穷 很多支出 每有10块钱 税加债 得到的钱 先有将近三分之二 要付强制性支出 另外还有将近7% 要付利息 每10块钱 只有3块钱 能够做裁量型的安排跟分配 而裁量型支出 有一半拿去进行国防巨军事的投资 美国研究科研 美国对科研机构的投入 已从本世纪将近60% 降到现在不到15% 美国公共建设 道路铁路机场的重建 其实联邦也已经没有钱了 为什么没有钱 光是强制性支出 先吃掉三分之二 利息吃掉7% 剩下三成不到 还有一半被国防 被建军给抢掉 还有一部分 资源乌克兰 427亿美金 所以美国很荒谬 美国支援乌克兰资金 是美国联邦政府 道路建设预算的两倍 美国花钱去炸掉乌克兰的马路 可是却没钱修好自解的公路 这是美国预算 很特别的地方 这4个1600亿美金 其实我们看到 一个新力量的崛起 不代表成功 可是我们看到旧力量的衰败 它不代表马上阵亡 可是越来越多的寡妇 正在出现 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寡妇 从土地资本 劳动资本 金融资本 产业资本当中 我们看到 财源资本的得日受到重挫 金融资本 美国的升息 却让美元无以强势为继 劳动力资本过剩 现在最嚣张的 土地资本的俄罗斯 会不会成为全世界 最厉害的黑寡妇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收看 稍后进行广告 我们就要分享美国国债 美债殖利率回来了 美国的债卷牛市 在年底最后 这个礼拜 忽然偷袭了耶诞老人 耶诞老公公 带来的不是礼物 带来一只怒吼的美债黑熊 而这个黑熊会嚣张到多久 一个大冬天 一个黑熊猛 拿鞋卷了全球资产市场的 最后一个礼拜的 耶诞的黑色行情 我们见广告 欢迎做进的解读跟掌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